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讨论之前我想倒过来问一个问题 大家看看这里 如果你投篮打篮球 打篮球投篮 倒是左手还是右手 那你说 左撇子用左手 一般人用右手 对了 只要投进就有分了 但是你想想看打篮球如果两个手都会比较更好 那事实上 好的篮球球员一定是两个手都会 所以我们玩音乐的人也是一样 你最好两种都会 就是手掉 固定掉都会 不要老是认为 反正一种会了就可以了 那会影响的 最好两种都会 那所以建议我们建议是这样 你投篮打篮球 左右开弓 两个手都要会练血 那当然刚开始会困难 那练吧 那这个也是一样 那一种就可以了 何必要练两种呢 不一样 两种有两种的功用 所以最好两式 固定式 手掉式 都用 你才能变成高手 OK 这是基本的很好 很简单的回答 固定式手掉式哪一个好 各有好处 那最好是两个都练习都用 我们来分析一下 比较 这个很重要了 我们大家比较一下 对 第一个固定式 第二个手掉式 好 学习上面呢 比较容易 只有一种方法 就所有的调都没有 只有一个C调 当然容易了 那你一辈子就玩C调 当然容易了 这个难 你要难玩到12个调 或者至少你玩7个调 就是这个你不管C 这永远是C 管它什么调 C就是C 可是你这个呢 C可能唱多调 Rate调 Me唱 Fa唱 So唱 La唱 C 当然难很多了 试奏快 同样的情形 你这个只有一个调 反正什么调都弹C调 都弹固定调 当然比较快了 那这个就比较慢多了 你用手调试 所以大部分老师都是教学生 用这个固定试 很快就练习把那个曲子会弹了 但是最后呢 这些问题就来了 移调不行 所以你看 很多用固定试练习的 吹管乐的了 或者用传统方式学这个乐器的 最后移调都比较难 要花很多时间 那这个容易多了 用手调 完全用手调 另外最重要就是乐理 如果只玩固定试 那这个乐理就差很多了 他不晓得那个音干嘛的 他知晓得哨到吹 C是C sharp C flat D flat D sharp 你写什么他弹什么 那个音干嘛的 不知道 那就是完全变成一个 演奏的一个工具了 演奏的一个人了 那你对音乐 对乐理 对这个东西都不知道 那这个就会好很多 你手调 知道它每个调的什么东西 你是这个调的 第几个音 所以比较出来了 因此这个适合演奏的人 因为固定试 你只为了演奏 我啥都不管 我管你音乐不音乐 管你和声不和声 管你是什么音符 不必 我只要把这个曲子 奏出来就好了 那这个 只为了演奏的话 还是这个好 又快又好 那你一辈子就做演奏的 你将来可以做 音乐表演 表演艺术家等等 但是糟糕就是你这些东西都麻烦 对乐理不了解了 如果你想了解音乐全部音乐了 做音乐人的话 还是应该用手调式 当然这也是音乐人 不过这个音乐人范围比较大 包括演奏人 这个演奏人可能对音乐本身并不太清楚 但是音乐人包括各种项目了 那我们现在分析 这个就比较重视音乐本身 音乐的内涵 音乐的理论 音乐的学理等等 这个呢 只为了演奏 OK 这很明显 看出来了 很多人一直把这个问题搞不清楚 他各有好坏 各有好坏 你自己觉得 我只要做一个演奏的 把这个曲子会弹 那这个最快 可是你要懂得乐理 你懂得一调 懂得整个音乐 还是这个好 那最好当然两个都会 两个都会 事实上练习来 两个都应该练习都会 才对 好了 我们看第一章 音节 Scare 音节 两个试都练习 你这个 如果唱 手调 Doremi Fasolashi 基调 Doremi Fasolashi 那你用固定试就是什么 Solashi Doremi Phi 所以你两个都要练 Doremi Fasolashi Solashi Doremi Phi Doremi Fasolashi Solashi Doremi Phi 都一样 弹出来都一样 但是你要练习两个 这个是F调 Doremi Fasolashi Doremi Fasolashi 那你要 Fasolashi Doremi Fasolashi 所以你练习用C调唱一次 G调唱一次 那这个也是用F调弹一次 用C调弹一次 F调弹就Doremi Fasolashi 用这个C调就Fasolashi Doremi Fasolashi Doremi Fasolashi 很清楚 如果你要唱C调 就是Remi Phi Solashi D Remi Phi Solashi D 变成这个C调 固定试 你如果唱首调 Doremi Fasolashi Remi Phi Solashi D 一样 那这个也是一样 B4调 你要唱这样B4调 Doremi Fasolashi 你唱C调 Doremi Fasolashi 一样 就是你唱C调 还是唱B4调 两个都练习的 你只会一种的话 你当然就比较 没那么理想 所以我们从开始 学就练习 都练 用C调弹一遍 固定试 然后用它本调弹一遍 各弹一次 好了 我们找这个曲子来看一看 不是曲子 旋律 你看旋律 两个试都练习 那这个F调 那应该是 你习惯用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过境试 那就是C调 管你什么 这个当然 这个要降 这个要降 那就 Sola Sol Mi Fa Sol Te Re Do 这个要降 那就是F调的 Re Mi Re Si Do Re Fa La Sol Re Mi Re Si Do Re Fa La Sol 那你用这个 C调就是固定 Sola Sol Mi Fa Sol Te Re Do 两个都练习一遍 那弹这个 比不来调 这还是一样 你如果唱 C调一样 Sola Sol Mi Fa Sol Te Re Do 如果用降低调的 La Ti La Fa Sol La Do Mi Re La Ti La Fa Sol La Do Mi Re 用C调唱 Sola Sol Mi Fa Sol Te Re Do 所以你练习两个 用C调去唱 弹一遍 用B弹来调 弹唱一遍 就是手调 固定调都练到了 那么再看这个 还是这个歌 如果你这样一调 应该是 Mi Fa Mi Do Re Mi Sol Te La Mi Fa Mi Do Re Mi Sol Te La 这样一调唱 那你不习惯 你就用手 用固定式 那就C调 Sola Sol Mi Fa Sol Te Re Do La要降 Mi要降 T要降 Sola Sol Mi Fa Sol Te Re Do 听起来就是 一样 这样一调的 Ni Fa Mi Do Re Mi Sol Te La 一样 所以你用C调唱一遍 固定式 用这样一调 弹一遍 那就是 手调两个都会了 我们再看这个 一样 你用这样一调唱 那C Do Si Sol La Si Re Fa Mi 那变成F来调 当然你也可以用C调 但这几个要降 四个要降 Sola Sol Mi Fa Sol Te Re Do 所以你用C调唱一遍 就是固定式 用那个调 本调 就是手调式 所以每一个曲子 你可以用手调唱一遍 固定唱一遍 那你就是对音乐就特了解 两个都会 你跑不掉了 所以你觉得 用哪一个方法好 都可以 但是最重要 还是恐怕要看什么 看旋律 运用起来 两式要选一个 我们练习的时候 两个都练 但真正遇到歌的时候 我们两个选一个 固定式 那这个变音多的曲谱 它里面很多变音 有声号 降号 T A M A L A 等等 F A D C 这些变音特多 可能用固定式方便 你就用十一调唱 那手调式 如果都瞬接 瞬接就是同一个调的音 都同一个调的曲谱 那就用手调式 你可以选择一下 OK 那我们先举例子 在Real Book 一般的书上 对 这个曲子很有名的 Sophisticated Lady 这个翻译 你翻什么什么 文雅的女士等等 端庄高雅的 这边 女人都可能 但是我想用中文最简单 就是淑女好了 淑女就对了 好了 戴个眼镜 看不见 这个就是一般的这个Real Book上 或者一般歌曲上面 那你看看这个是F来掉 Te La Do Mi So Se La Do Mi So Te La Le So Mi Si La Do Mi So Se Fa Mi 然后再又重来了 哇 这个好麻烦 用简朴唱 很多的临时机好 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像这个情形呢 你就干脆就做固定式 它收降你就收降 密降 还原就还原 密降就密降 这个都是按照这个 该几个降 洗密喇双酱 这该还原还原 就是谈 固定式C调最简单 所以它如果临时就很多的话 用固定式比较好 那么再看一个例子 然后选这个曲子 Blue Moon 也是名曲 Blue Moon 你翻到蓝色月亮的 当然也可以了 但是这个Blue不是蓝色的意思 应该忧郁 所以翻忧郁的 月色了 暗淡的月光了 这可能比较更富裕诗意 不管了 这个名曲 那你看这个全都是同一个调的 So so 发So la So so 发So Rami 发ami Rami 那这个可以唱 所以这个你就用 手调方便多了 这个一大调 管你什么调的 反正用手调 弹出来 而且一到任何调都方便 所以两种 你可以做选择 就是如果 临时记号特有多的 用固定式 临时记号少的 或者没有的 用手调是最方便 所以我们讲了 最好你练习的时候 两个都练 基本上 到底是手调好 还是固定好 没有哪个一定好 各个的好处 就看你做什么 那么我们现在最后综合就是 你要如果很多变音的时候 升降记号 还原记号等等 那就用固定式 就用C调来谈 如果根本都是没有什么 升降记号的 那最好用手调式方便 比较快 那当然你练习两种都会 然后选择你在自己 那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你光是想一个用一辈子 那你可能有缺陷 所以最好是两种都用 就是手调固定调 两者都要练习 那都能够发挥运用 那看不就没有问题了 好 谢谢大家